哈囉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阿航 在不久之前這個GTA60預告不是發出來了嗎 那時候還拍了一支影片 雖然那支影片最後被莫名其妙黃標了 但是相信各位觀眾看完那個預告 跟我一樣應該是相當期待對吧 不過他目前看起來呢 第一波發售是不會有這個PC版本 也就是跟GTA5一樣啊 當初他也是先從這個家機上市 過了差不多一年多以後呢 PC版本才上 那如果照他這個預告說 2025年才發售家機版 那個時候呢應該是PS5 Pro或是PS6都要出來啊 這也是為什麼我一直都沒有買PS5的原因 我就是想要等GTA6出來的時候呢 去買當下最新的遊戲家機啊 那為了做好這個實況準備 所以呢我們實況主 最佳的好夥伴 圓鋼他們寄來的這個神秘大禮貌 我們今天就來看看這裡面 有什麼東西吧 Thank you 差點以為是6090顯卡 好不要在那邊開玩笑 我來看一下這裡面啊 這個是什麼 我們把它打開看一下 喔好像是一個特製的毛毯是嗎 我來看看 他有點像披風一樣 可以讓我這樣子披著 又剛好這裡面毛毛的 披起來呢是蠻保暖的 那我就把它放在我這腿上了 好我們再來看一下裡面還有什麼 一個圓鋼寫給實況主好夥伴的信 下一個呢是這個滑鼠店 好啦再抽給觀眾朋友好不好 底下留言我要滑鼠店 我會從留言裡面隨機抽一個觀眾出來送 就送這個啦 再來下一個呢是GC571的擷取卡 以及最後GC575擷取卡 相當豐富的大禮包啊 沒錯這個禮包裡面最重要的 就是這兩個擷取卡啦 從它這個外盒上面啊 我們就可以清楚的看到 GC571呢它主打的就是 HDR Paththrough解析度最高可以支援到 4K60陣 然後它這個最高的擷取分辨率呢 有4K30陣 那它支援的所有解析度呢 我就列一張字卡在這個地方大家可以看一下喔 不過呢 將來我要製作的這個影片規格啊 我需要的最高擷取分辨率 要來到4K60 那目前市面上 應該也只有這一張GC575擷取卡 可以滿足我的需求 它的這個最高HDR Paththrough解析度啊 來到了這個4K144 HDR啊 然後它最高擷取解析度呢 就是我剛剛講的 有4K60陣 就像現在YouTube觀眾上面看到這個影片呢 就4K60陣 我就想要從這個遊戲主機上面 擷取出來有這樣子的規格 那它所有支援的解析度呢 我也放一個字卡在這邊讓大家知道一下 那看到這邊呢 可能會有一些觀眾覺得 欸阿航這個擷取卡到底可以幹嘛 那簡單來說啊 就是遊戲主機 透過這張擷取卡呢 就可以把影像輸出到這個電腦上面 各位就可以看到 畫質非常好的實況或者是影片 所以如果是要做這個 假期平台的影片或直播 就一定要透過這種擷取卡 或是我以前開箱過的擷取盒 好啦那接下來呢 我就來快速的開箱一下 這個GC575的內容物吧 Let's go 打開包裝除了擷取卡本體外 還有一條HDMI 2.1影像傳輸線 最高可以支援到8K 圓鋼的佛心 我就不多說啦 那這擷取卡的全名是 圓鋼LIFE GAMER 4K 2.1 GC575 跟我之前開箱過的擷取盒 差別在於 GC575是接桌墊的PCIE通道 所以省去了接電源的步驟 而且等於是讓你的桌墊 直接有了影像擷取的功能 GC575還是目前全球第一款 支援HDMI 2.1規格的影像擷取卡 剛前面有提到 它支援最高Paththrough解析度 輸出為4K HDR 144FPS 超級頂規 既可以支援許多市面上 4K 144Hz的螢幕 同時又可以讓錄製出來的影像 有4K 60FPS 不管是PS5或是其他平台的假機 甚至是用在PC上面錄製 它也都有支援VR可變更新率 在擷取上不會有畫面撕裂的問題 那GC575安裝上非常簡單 只要將擷取卡本體 裝上桌墊的PCIE插槽 再鎖個螺絲固定 就完成了 那看你是要擷取Switch 還是Xbox 又或是PS平台 只要影像來源的HDMI 接上GC575的HDMI IN 再用電腦裡面 你習慣的擷取軟體 就能夠輕鬆擷取到畫面了 這種方式 如果是要擷取手機畫面 當然也是沒有問題 像這樣子玩 電風極速 投放在大螢幕上面也是蠻爽 那OUT的接孔 就看你有沒有需要輸出影像到螢幕上面 像我通常要實況家看聊天室 我會直接去看擷取軟體上的畫面 畢竟圓剛的擷取卡 超級難感受到延遲 也早已讓我養成這種 邊看軟體擷取畫面 邊實況的小習慣了 話說看著這個GC575的RGB閃閃發亮 我突然想到 他也可以透過圓剛的Gaming Utility軟體 來燈光控制 都2024年了 當然是讓你想要看什麼光 就發什麼光 那影片到這邊 可能有一些觀眾還不知道 60fps的輸出 對觀看影片上面的體感 有多麼的重要 這邊我就放一小段 分別是30Hz和60Hz的擷取畫面 來讓各位看看差別吧 在相同畫面設定下 左邊是從只有30Hz輸出的擷取卡出來的影像 右邊則是從GC575擷取出來的影像 這種在跑動態感比較多的賽車遊戲上 會特別的明顯 大家應該都能夠看出來 右邊的畫面是比較順暢的沒錯吧 雖然這種高規格的輸出能力 不是每個實況主都會用到 但像我這種需要實況 又要時常製作一些4K測試畫面的YouTube來說 這結局卡非常的方便 也算是對未來GTA6的發售 提前做好準備 等到GTA6一出 就能夠帶給大家最好的實況品質 那麼各位觀眾 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啦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就在下支影片再來見囉 大家掰掰 掰掰